我们这张讲的也是从上一张跟上一张有直接的联系 实际上我们这一张和上一张内容加在一起 是构成了一个经典的或者就是叫古典的企业理论的一个最简单的表达方式 那么如果再加上一个消费者理论 那就构成了最经典的微观经济学的主要的理论 当然现在的微观经济学已经发展到远远超出了这样一些内容 所以如果大家学习高级微观经济学的话 这部分内容大概只占你课程内容的四分之一 包括消费者理论包括生产者理论 如果你学中级微观大概可能能够占到二分之一左右 因为基础的东西毕竟还是最重要的 所以我们这两张的内容基本上就包含了企业理论 当然就是最基础的这一部分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介绍 那么这张叫竞争市场中的企业 实际上就是要为我们前面的所讲的竞争市场当中的 供给方的这样一个行为 给它一个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 就根据我们上一张讲的 从一个最基本的假设 企业是要最大化利润出发 然后去推导每一个企业在竞争市场当中的行为 然后再给出市场的供给行为 所以有些内容跟我们在讲市场理论当中提到的是有重复的地方 比如说我们要界定什么叫竞争的市场 这个市场有许多的买者和卖者 这个我们前面都提到过 他们提供的物品大体上是相同 这个地方有一些不是很严格的表述 从数学上来讲当然不能讲什么大体上之类的 但是在这儿呢 因为我们并不是要做严格的数学证明 所以这个是一个意思 就是说他们具有竞争关系 这些产品之间具有某种竞争关系 甚至说这个竞争关系是足够的激烈 那么他们对于消费者来讲他们只是在价格上过去有差别 如果他们价格完全相同的话 消费者并不认为他们有任何实质的差别 比如说同一个品牌的一些物品 这个矿泉水啊或者怎么样 就属于这种 或者相近品牌的 这都是一些可以看成是完全竞争的市场 最后这一条我们在前面并没有提到过 就是要考虑一个 在一定的条件下 我们有时候要考虑自由进入和退出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条件下呢 这个市场当中企业的个数就有可能会发生变动 就是我们会在下面的情况当中考虑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允许这个市场发生一些进入和退出的行为 这个行为没有受到政府的管制 那么这个假设在一个完全 在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当中 通常都是正确的 但是在有时候呢 在有些市场当中是有管制的 就是说对你能不能进入和退出这个市场 是有很多管制的 这个比如说这个 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期 我们知道很多行业是既不能进入 有的行业也不能退出 比如说你要进入银行业 可能就有困难 最开始中国的银行业是不对这个民营资本开放 那现在基本上可以开放 你可以进入银行业 那个时候甚至你要办一个企业 可能都会被受到批判 对吧 可能被扣上资本家的帽子 所以很多行业实际上 可能没有规定说你不能进入这个行业 但是说你要办企业超过了七个人 你就成了资本家了 对吧 你就按马克思定义对吧 你有可能就会被抓起来 所以这样实际上造成了很多进入的障碍 现在慢慢的都放开了 慢慢的都放开了 那么有的行业也不能自由退出 这个你可能觉得很奇怪 那实际上在改革开放 九十年代以前的时候 像纺织行业 对吧 这个有人专门写文章说 纺织行业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允许退出的行业 那个时候纺织行业特别是国有的大型的纺织企业 包括上海这样的地方 上海是原来纺织的一个中心 他们都竞争不过这些后边起来的这些私营的 或者乡镇的这些纺织企业 所以那些企业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 是长期亏损的 但是可能国家考虑到要保证社会的稳定 还有一些人认为国有企业不能倒闭 国有资产不能流失 如果这个企业倒闭了 可能它的资产就要卖给其他的一些私营企业 所以这样就人为的阻止了一些 可能本来应该破产 本来应该慢慢的退出这个市场的一些企业 不能退出这个市场 当然这个问题在九十年代以后慢慢解决了 因为那个时候江泽民 朱镕基提出来要让老百姓下岗 但这个被遭人骂 说毛主席让我们下乡 邓小平让我们下海 江泽民让我们下岗 有很多人骂这件事情 但是当然到现在为止 我想从一个严肃的经济学研究的角度讲 就是究竟下岗带来了什么样的经济和社会后果 我觉得这个理论上可能并不是很清楚 经验上也没有人 我相信没有一个非常好的研究说 让这些人下岗究竟对这些人本身有什么影响 对这个经济的发展有什么影响 这些可能都还是确实没有定论 但是当时这个就是从一个角度讲 它就是帮助了一些可能不能退出市场的企业 他们可能就是这样能够退出市场 或者当时吴静连提出来的就是要让国有资本退出竞争性行业 这个也是一种改革的一种深化的一个表示 当然它的具体的后果有没有负面的效果 这个当然是值得考虑的 比如说很多企业让一些接近退休的人退休 我像在座的很多家长都属于这个 有可能会遭到这种情况 所以这种情况也许有些问题 因为这些人他不到退休年龄 他可能他的劳动技能各方面是达到一种最成熟的阶段 你让这些人退了 然后让一些年轻人他们可能成本确实更低一些 但是他们可能 他劳动技能不如这些比较资深的这些工人 但他可能也带来了一些好处 他促进了竞争 解决了企业的一些长期的亏损 所以这些问题都是非常复杂的 在我们这儿显然没有办法讨论 所以这个我们在理论上 我们待会会引入一个可以自由进入和退出的这样一个讨论 所以完全竞争的市场 我们前面已经分析过了 就是说它具有一种这样一种特征 就是每个人对价格的影响力都是非常的小 或者我们如果要严格的来讲就是在均衡的情况下 加一句如果在一个均衡的情况下 任何一个人对价格的影响都可以忽略不惧 或者也可以说他们都没有激励去改变价格 他们都没有激励去改变价格 他们愿意接受这样一个价格 他们任何抬高和降低价格的动作 要么就对他们没有好处 要么就他们也不愿意选择 所以这个是一个这样一个基本的出发点 是我们下面分析的 所以他们都决定接受市场的价格 或者说接受市场决定的价格 接受这些价格隐含了两层意思 一个是说他们愿意接受 一个是说他们也不得不接受 所以这样从一个这样两个角度讲 都是说他们对这个市场价格 是一个接受者的概念 所以这里面其实隐含了一些很微妙的东西 就竞争市场上这个为什么成为价格接受 这个呢我们在这儿其实不是不准备做仔细的讨论 这个如果深入录下去 可能是涉及到一些博弈论的问题 就是说人们相互之间怎么样来决定自己的选择 他们相互之间有一些影响 所以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 我们只是简单的假设 在给定的这样一些前提下 我们合理的推断出这样一个前提 就是说价格是接受的 那么你可能会等到我们讲寡头 后面我们有一张讲寡头 这寡的这张呢我们就可以说通过一定的方式 我们可以推导出来价格可能是接受的 当寡头的市场上寡头的数量足够大 大到可以接近竞争市场那种 很多很多这个卖者的程度的情况下 我们可以推导出来说 他们会实际上就会成为价格的数者 在我们这儿呢我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个假设 接受下来 所以就有一个词叫Price Taker 是价格的接受者 买者我们就不讲了 我们假设这个市场上有成千上万的买者 消费者总的来说都符合这个价格接受的假设 那么我们这儿是要强调的作为卖者来讲 由于这个市场上有很多很多的卖者 他们生产的产品是相同的 所以他们也成为了价格的接受者 所以下面的分析就从这一点出发 你可以看到这一点是几乎是我们后面 分析不同市场的一个重要的 或者说甚至是唯一重要的前提 我们修改这个前提 如果你是价格接受的 或者说你不是价格接受的 或者说你完全有能力控制价格 或者说你有部分的能力控制价格 当你改变价格的时候 你还是不得不考虑其他人的价格 那么这就构成了不同的市场的类型 所以这个假设基本上是区分 不同市场的一个唯一的标志 当你是价格接受的时候 我们说你是在一个竞争市场上 当你在其他的价格 对价格做出其他的反应的时候 就可以看成是不同的市场 好 这样就开始进入到一些具体的推导的过程 就是我们要推导一个竞争市场 它的最终是要给出它一个利润最大化的解 数学上讲的是一个解 如果一个竞争市场的企业要追求利润最大 它应该怎么做 那么我们上节课就是成本分析 成本分析我们认为 对所有类型的市场都是成立的 不管你是一个垄断的 还是竞争的 还是其他类型 你的成本的决策都是相同的 都是在我们上节课所讨论的 你要知道你的生产函数 根据你的生产函数 你要得出你的成本曲线 然后你要知道你的各种各样的成本 这样最终你就能够帮助你最终 再加上这一讲讲的内容 可以决定你的利润最大化的选择 但是它们的区别就在于不同的市场 就是它们的收益这个方面上 它们的决定的方式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就开始讨论竞争市场上的收益 然后加上上节课讲的成本 就可以得到竞争市场上企业的行为 那么下节课呢 我们讨论垄断市场上垄断企业的收益 同样再结合成本的利润 可以得到它的决策 所以这个收益概念上讲很简单 这里边看起来没有什么花样 就是任何时候都是价格乘以数量 就等于你的总收益 但是恰恰看起来这个简单的公式呢 它能够变出很多不同的花样来 那这个地方的 我们先看这个具体的一个例子 我们再来看它的数学上 它最主要的一些特征 这个例子是实际上很重要的 就是第一列和第二列 它告诉你什么呢 就是在一个竞争的市场上 单独一个企业 这个地方我们考虑的是单独一个企业 它生产的产品的数量 对价格是没有影响的 或者回到我们前面的讲识 它是价格接受者 价格接受者的意思呢 就是说你不能说你生产的产量影响价格 如果你生产的产量影响价格 那显然你就不是价格接受者 你可以影响价格 可以改变价格 所以这两类数字很重要 就是说表示你不论生产多少个产品 你面对的价格是不变的 所以这样你的总收益呢 毫无疑问就跟你的产量是成一个正比 不仅仅是正相关 比正相关还要严格 它是一个正比关系 所以这样你的平均收益呢 毫无疑问永远等于价格 而这个时候价格呢 它是不变的 所以你的平均收益呢 也是不变的 永远等于比如说6 这个价格 再看你的边际收益 边际收益是等于 这个 每一单位的产量增加 带来的收益的增加 我增加一个单位 从1到2 我这收益增加多少 就是6 2到3 还是6 等等 所以这个边际收益呢 仍然是等于价格的 还是6 所以大概这个图上 能看出一些规律来 比如说它的平均收益等于价格 边际收益也等于价格 而且 这个价格是不变的 所以这个图上 这个表给出的 主要就是这些基本的信息 下面我们再来稍微展开一下 包括其中的一些概念 我们再来详细的说一下 那么竞争市场 总收益和产量成比例 这刚才我们已经看到 这个成比例这个词 是非常严格的 这个表示是成一个 完全等比例的增长的 这样一个意思 平均收益 就计算每一单位典型销售中 得到的收益 实际上就是总收益 要去除以这个产量 那么平均收益 永远等于价格 这个是没有任何的 经济学的含义 对吧 这完全是个数学的公式 就是你的P乘以Q 除以Q的话 永远等于P 不管你怎么算 都不会超出这个 就是说你定义TR 等于P乘以Q 这个 这是一个定义 然后你AR的话 你永远等于这TR 除以Q 所以基本上 什么都不需要 你就知道 这肯定等于P 所以这个是没有什么好说的 没有什么好说的 跟任何市场没有关系 所以对这个所有企业 你可以看到这里边 根本就没有讨论 你是属于什么样的市场 你是垄断的 还是竞争的 都没有关系 反正这肯定对 然后这样就可以得到平均收益 等于价格 所以这个特别强调是 对所有企业都成立 所以这是更一个用文字来表达的公式 也是同样的道理 边际收益 这个地方关键是在这个地方 边际收益定义上也很简单 销售量增加一个单位 带来的总收益的增加 当然这增加可以是负的 在一定情况下 所以带来的总收益的变化 这个实际上涉及到一个微积分的概念 总收益对产量要求一个导数 我们可以用一个差分来表示 ΔTR除以ΔQ 这就代表边际的收益 对竞争企业来说 边际收益等于物品的价格 所以不是对所有的企业都成立这一点 这个TR仍然是这个公式 但是MR呢 按照它这个公式 实际上是很难展开的 就是ΔTR除以ΔQ 但这个要等于P 是要有条件的 这个等号过去的话 和这个等号过去 是有很大的区别的 这个地方一定要要求 一个什么条件呢 可能学过微积分的人知道 这个P一定要是常数 如果你学过微积分 suppose 实际上你没学过 所以很重要 这个地方P一定要是常数 才能过去 才能从这儿过去 或者说如果你学过一点 如果你对RTR用插分展开的话 也许有人知道 就应该是RP乘以Q 加上RQ乘以P 这个可能也有人不知道 所以说如果P是常数 就没有这一项 如果P是常数 这一项等于零 对吧 这一项就等于零了 然后你DRTR除以DRQ就等于P 条件就是说这个价格是不能变动的 否则的话你还有一项 就是这里面还要加一个 DRP除以DRQ再乘以Q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不能是变数 必须是常数 这个P是常数就有这个 这个无所谓 甚至你随便P是什么都行 这都能处于P 所以这个很重要 这个区别是不是最重要的一个差别 所以M2要等于P P是必须是常数 就是在我们刚才那个表上 永远等于6 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数学上的特征 所以它加上一个竞争企业 为什么竞争企业就对呢 因为竞争企业价格接受 任何一个企业它生产多少产品 它那Q变来变去 它不影响P 所以它这个Q怎么变 它这个DRP都等于零 所以这样就可以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很多重大的经济学理论 都是从非常微小的数学的原理推导出来的 所以有了这一条以后 剩下来的事情就 就是我们用最大化的这个方法 来得出结论 所以竞争企业的目标是利润最大 这个不管是竞争企业 所有企业都这样 所以最大化它的利润 我们知道利润等于什么呢 总收益和总成本的差 所以你变出一个式子来 就是企业要追求一个 总收益和总成本这个差 最大的这样一个结果 它最终会选择这样一个产量 因为在竞争市场上 企业的选择就是产量 它不能改变价格 所以它唯一能影响的就是产量 我能够多生产或者少生产 来获得一个最大的利润 它的选择就是产量 还是用一个表格来说明 实际上这个表格完全是过渡性的 将来大家学到比较中级高级 完全就不需要这个东西了 对吧 就完全用数学的符号 是可以很简单的推导的 这个还是刚才这个两例 对吧 产量和总收益 是正比关系 这个非常重要 而这一列是我们要事先给定的 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推导 那么我们也如果能够推导 我们也说我们是从上节课 讲的内容当中可以推出来 对吧 就是它的总成本 所以它可能满足一些性质 比如说边际成本递增 这个ATC平均总成本是U型 这些都是我们上节课推导的 然后这个差就是利润 这两个的差 这个 当然如果你把所有的数字都列出来了 我们可以随 我们可以实际很容易找到 它利润最大的产量 比如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如果它最多能生产八个的话 那么它的利润最大的就是 要不它生产四个 要不它生产五个 这个七是最大利润 这个其他利润都要小 所以在这个例子里边 四或者五就是它的解 我们不需要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数字都能列出来 我们也不需要微积分 对吧 然后可以求出来这个解 那它背后的逻辑是什么呢 就是最后这两列数字告诉你的 你就要考虑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当企业不断的增加它的产量的时候 它从零到一到二 它能够增加的收益是多少 以及它能够增加的成本是多少 所以当企业从零到生产一个的时候呢 它的收益增加六 然后它成本增加多少呢 这个二 所以很重要 它有一个边际利润的问题 就是说它边际收益是六 边际成本是二 所以它的边际利润呢 就是四 那意思就是说 你每次从零到一 这个增加呢 你会带来四的净收益 或者说利润 所以你要不要从零到一呢 那显然就要 因为你这个时候的利润可以增加四 反正方向头来看这一列呢 也是对的 对吧 从负三到一 确实是增加四 所以我们这个推导是对的 这个也很难是错的 然后 一到二 还是增加六 所以这一列永远是六 因为我们刚才说了 边际收益永远等于价格 所以这就不用看了 所以关键看这个边际成本 这一列是我们以前推导的结果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成本是增加了三 所以从一到二的边际利润呢 就是三 所以再看一下这一列也是对的 一到四确实是三 所以你只要什么意思 边际利润大于零 换句话说 当然这个要求一定的条件 这个我们在这儿 从微积分角度讲 要有一个二阶条件 这个我们就不管了 所以只要你的边际利润大于零的 你就应该增加 这句话本身不会有任何错 不需要什么条件 所以你可以看到 当边际收益大于边际成本 这个时候边际利润就是大于零的 你就应该增加 对吧 这个时候增加这个单位的产量 总是能够带来一个利润的上升 总是能够带来一个正的边际利润 一直要到什么时候呢 就是当你生产到四个单位的时候 你在往第五个单位上走的时候呢 你的边际收益是六 边际成本的也是六 所以你就意味着四和五 这两个单位之间的变化 你的利润是不会增加的 是不会增加 所以从四到五这个时候 你就已经开始步入到另外一个阶段 再往下走 你就可能出现边际收益小于边际成本 因为我们前面的分析已经假设边际成本是总是递增的 所以边际收益不变 边际成本递增 那么到一定的阶段呢 边际收益就小于边际成本 而且以后我们可以预想 以后的情况也都是这样 以后的边际收益也都是小于边际成本 所以到五这个单位的时候你就应该停 或者也可以说到四个单位的时候就应该停 那么这样呢 你再从五到六呢 就边际收益就小于边际成本 你就变成利润下降一个单位 所以这地方就从七变成六了 所以就告诉我们一个结论 你应该停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地方 那时候你就应该停下来 当然在我们这例子里边 你可以是四可以是五 但是在一个将来学位积分考虑 微向量变化的时候呢 这个就可能不是四和五的差别了 可能是四点四九和四点五零的差别 甚至可以缩小到一个无穷小量 可能是从四点四九九九九九九到四点五 这样的一个差别 所以这样最终我们的结论呢 从严格的数学角度讲就是 你应该停在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的那个点上 或者说你非要计较那个点附近 这个附近的范围是趋近于无穷小 所以就得到这个结论 所以这比较直观的用表格来表示 也可以用图形来表示 我们后边都是用图形来表示 就不再画这个复杂的表格 当然作业题里边可能个别题目还让大家画 帮助大家熟悉这个概念 所以有一个边际成本的曲线 这个地方所有相关的概念只有两个 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 我们刚才的分析已经表明这一点 其他的都不需要 所以画出一个边际成本曲线 它是递增的 然后这个边际收益曲线 我们知道根据我们前面的推导 它对于一个企业来讲 它是水平的 它等于价格 所以有这样一个等式 但是这个地方AR实际上是不需要的 我们并不需要知道AR是多少 我们只需要知道MR是多少 而且我们知道MR永远等于价格 而且我们知道价格是不变的 所以我们画出一条水平的MR曲线 它可以不是 在其他的市场上 它可以不是水平的 我可以画出一个其他形状的MR曲线 但是有一条永远成立 就是说你一定要找一个 让MR等于MC的点 使得它利润最大 因为这一条实际上可以看到 它也跟你所处的市场没有关系 不管你在任何市场上 你都要找到一个利润最大 都要找到一个边际利润等于零的点 那这就意味着 你永远都是要找MR等MC 所以在这儿呢 当然如果你不理解这点没有关系 那么在竞争市场上 我们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对吧 刚才的分析 一定要找到这个点 这个就决定了你的 利润最大化的产量 我们就要用Qmax来表示 所以这是我们的结论 所以要通过生产 边际成本等于边际收益的产量 企业使得利润最大 也可以再来简单的回顾一下 我们的证明过程 比如说我们可以类似于用反证法 假定产量不在Qmax上 如果小于Qmax 你就得到一个边际成本 小于边际收益的产量 那这个情况下 你增加产量就有利润 你往这个靠Qmax的方向走一步 你的利润增加大于成本的增加 你就有一个正的边际利润 如果你生产的太多了 生产过了Qmax 这个时候你的边际成本非常大 边际收益很小 所以这个时候你减少一单位的产量 你节约的成本就很多 就是这个很高的这个距离 你放弃的收益就很少 所以这样你总的来说是 有一个利润的增加 所以可以证明 这个跟刚才用那个表格的证明 是完全类似的 还是应该选择 这个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的焦点 这样决定了利润最大的产量 所以这样我们就完成了一个 对单独一个企业的 一个决策的一个描述 我们通过引入它的成本 曲线和引入它的收益的曲线 这个收益曲线主要是边际收益曲线 这样通过让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曲线相交 隐含着就是利润最大的一个条件 所以利润最大化的产量水平上 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相等 所以竞争企业实际上 只要企业找到这样一个点 他们就能够 就能够获得最大利润 这个实际上就是我们前面讲的理性人 考虑边际量的应用 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能是第一个 甚至我们说是第一个严格的应用 真的是考虑一个理性的企业 它怎么样为了追求利润最大 它怎么样来使得利润最大 当然你可能争辩说 这里边对于这种经济学的最大化思想 有很多的争议 有的人说企业真的是这么做的吗 你随便找个企业问问 你说你的边际收益等于多少 边际成本等于多少 他可能不知道对吧 但是我们说经济学有个理论叫 显示偏好理论 就是说你虽然没这么做的 但是你显示出来这么做了 就是说你下意识这么做了 或者说一种心理学的概念 你下意识这么做了 所以这边有很多的争辩 比如说有的人会争辩说 只有这样的企业才能生存 可能原来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企业 有的企业非常疯狂 可能追求利润最小对吧 有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 但是它有一个竞争过程 你追求利润最小的企业 你慢慢的入不敷出 你的企业的资本的扩张 各方面的发展 就没有追求利润最大企业好 只要市场的时间足够长 哪怕那些追求利润最大的企业 他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样算出来利润最大的 但是他应该是 只要有人能够知道怎么样利润最大 通过任何奇怪的途径 这样的企业最终才会生存 剩下的所有企业都符合经济学分析的 利润最大化的原则 所以这是一种很诡异的争辩 就是说它并不需要真正的 让企业有意识的去追求利润最大 他可能说企业是无意识的 但是存在一种某种机制 某种竞争机制 这样就会把这样的企业最终筛选出来 消费者也是一样 每个消费者你说他追求效能最大 这个更加荒谬 你去问任何一个消费者 你能够告诉我你怎么算出来 今天应该吃几两米饭的吗 他都说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也可以争辩说 只有这样的消费者才活得最好 他今天能够遗传下去 也许是从这样一个角度来争辩 所以萨米尔森 你看他在诺贝尔获奖上的演讲 几十年以前的 他说实际上很多事情都在追求最大化 但是大家都没有意识到 他举了很多例子 比如说他说光线的反射定理 大家都学过物理学 光线反射定理是追寻最小光程的原则的 他说这个就是最优化 你看物理学的现象都是最优化的结果 物理那些光一点意识都没有 人好歹还有点意识 他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点意识就更应该追求最大化 就是说你没有理由认为人不追求最大化 连光线都追求最大化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争议了 现在行为经济学也在去进行挑战 而说这些都是完全不符合人的 当然对企业来讲可能挑战更小 大家总的来说还是接受企业追求利润最大 因为现在企业各种各样的手段 他计算机这种成本控制成本会计 他非常完善 他实际上已经接近了追求利润最大 但是人的行为大家还是有争议 世界上的人不可能每个人都在计算自己的最大福利 所以这里边有很多挑战 但是到目前为止 没有一个更好的理由 能够用一个最简单的方法 去分析最广泛的现象 就还是说 little knowledge goes a long way 所以这个最大化的想法 就是little knowledge goes a long way 我随便 你可以说人的行为是怎么样 我都可以用一个最优化的方式来解释 你说需求 人们价格越高 需求就越小 为什么呢 我们说因为他最后效应最大 所以当这个 他要考虑边际收益和边际成本 很容易就解释了说 为什么价格高 人们就要少买 用最优化的想法很好解释 如果我让你换一种解释 你可能就很困难 你说我要解释 为什么价格越高 人们需求最低 不许用最优化的想法 我相信如果你能够做出这个来 你搞不好三五十年以后 你能都在那边讲 就是说 真的是没有人能够脱离 这个最优化的框架 能够给出一个很好的解释 可能从生物学解释说 价格一高 你脑子里某个东西就受刺激了 对吧 这都很困难 所以现在又神经进去 专门去研究说 人怎么对经济机力 对大佬的某 哪个部位上真的在做反应 这个有点疯狂 但是它不叫疯狂进去 它确实叫神经进去 所以这个理论本身 看起来很简单 但实际上也确实隐含了很多这种争议 所以你看表面看起来其实蛮荒谬的 就是人追求项目最大 但是经济学讲很多理论的 就是说你要能用就行 所以有一种实用主义的思想 就是说 这里能用 我说这个人追求项目最大很荒谬 但是它能解释需求定律 但需求定律又是普遍存在的 所以大家觉得 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 所以大概是这样 所以刚才这个往下走 就是刚才我们已经推了 mr大于mc的时候 你就应该增加产量 mr小于mc应该减少产量 所以最终的结论是 mr等于mc的一个是最大 重复了刚才这个图形的分析 所以这就得出一个结论 由于企业的边境成本曲线 决定了企业在任何一个价格时 愿意供给的数量 就是竞争企业的供给曲线 这个道理很简单 这是只是一个概念游戏 但可能有的同学还不是在理解 我们回到这个图形上 就是说我们现在证明是mc 就是单独一个企业的供给曲线 所以将来我们画出一条企业的 供给曲线 我们就知道它其实就是 这个企业的边境成本曲线 它的道理就是说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mc曲线 我们现在假定它是一条mc曲线 我可以得出企业的 在任何一个价格下的供给的数量 所以我们任意给的一个价格 比如说在这 那么这条mc曲线就告诉我 企业应该生产这么多 至于为什么生产这么多 我也许都不知道 我们知道这是最一化的结果 但是我们现在能够保证说 这条线能够告诉我 任何一个价格下 企业的数量 如果我换一个价格 我们这条绿线往上挪一点 在这个价格下 我们也同样根据这个mc曲线 我们可以知道企业生产的数量 但是它背后的逻辑就是一个利润最大 所以这条mc曲线就代替了供给曲线 它其实就是供给曲线 它告诉任何一个企业 可以在任何的给定价格下 它的产量 所以就回答我们前面有很多同学问 说它为什么不在别的地方生产 它为什么必须选择这个供给曲线 那就是它仍然这个地方是它的最大利润 所以它就是它的供给曲线 所以这样就对供给曲线给出了一个更根本的解释 就是说它是要对应着企业的编辑成本 是因为利润最大产生的 所以这个地方 刚才应该拿这个图看一下 这道理就是一样的 任何一个给定价格下 都得到它的产量 你把任何一个给定价格 看成它的编辑收益 编辑收益和编辑成本的焦点 就是利润的最大产量 好 到这儿就基本上 这一张最基本的分析 就是这样 那么下面是要进行一点修正 就是说这个说法基本正确 但是有一点点需要修正的地方 就是我们有时候企业面临的决策是 零和生产之间的决策 而这两个之间的决策有时候不是 不是可以用编辑的收益来分析的 编辑收益在这儿可能并不完全正确 所以人有时候有 维基分讲有跳跃 任何一个有跳跃的地方不能够求导数 就是说你从零产量到一个相当大的产量 这之间是无法用导数来表示的 这是一个不是边际调整 而是一个比较大的调整 然后在企业当中也遇到这样的问题 有时我们是选择的决策是说 我们今天要么就关门 要么我们生产呢 我们不生产无穷小 对吧 就是我们不是从零开始增加一个单位 我们是要考虑生产到一个足够大的数量 那在这个相互之间的决策呢 就不能用边际的分析来包含 也就意味着边际成本曲线可能就失效了 所以这儿呢我们遇到了两个问题 一个是我们把它分成短期和长期 短期我们称为叫停业 叫shutdown 这个完全是一个人为的术语的规定 不用去推敲为什么叫shutdown 他就把短期的零生产 我在一个较短的时期内 如果我要考虑是不是不生产 还是说生产一个比较大的数量 这个决策成为叫停止营业的决策 由于当前市场条件 而不生产任何东西的短期决策 这个特定时期就包含应该说是一个短期 在长期呢就另外起个名字 为了加以区分 叫退出exit 指的是如果你要考虑在一个较长时期内 这个你是不是要退出一个 可是完全不生产 那就退出这个词来表示 那么短期来讲呢 这个地方区别在哪呢 就是说你短期不生产和长期不生产 你的区别呢收益上我们不考虑任何区别 假设这个企业预期短期内要亏损 可能长期内这个市场环境仍然不会变化 还是要亏损 或者说这个市场的价格 在短期和长期没有变化 这是在我们这暂时保留的一个假设 我们在将来会看到 也许在短期和长期这个市场环境也会变化 这个是完全容许的 但是在我们这个分析当中 我们暂时不考虑这一点 所以我们考虑的是它的成本有变动 在短期和长期它的成本有变动 这个变动呢 完全是因为我们这个决策的时间来决定的 当我们在短期的时候呢 我们认为它的固定成本不能改变 所以这跟固定成本的定义也很吻合 固定成本是说 你不管生产多少都不能变动的成本 那现在这我们说往前退一步 不管你是不是生产 你也不能改变这个固定成本 所以这个时候固定成本 用经济学的术语呢 就是沉默成本 叫SunkCast 也是我们经常遇到这个词 做出是否停止营业的决策时 把短期学的词固定成本被称为沉默成本 这个成本实际上是不存在 是已经付出了 不能收回的成本 所以就叫沉默成本 那么这个沉默成本就是一个很特殊的东西 很特殊的东西 已经发生无法回收的成本 它是机会成本的反面 无论你做任何选择 沉默成本都不可避免 所以字面上来看沉默成本似乎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成本 已经发生了 无法回收 这是多么痛心的事情 但是在经济学当中沉默成本实际上就不是成本 要不然怎么叫机会成本反面呢 机会成本反面就是说它根本就不是成本 很重要 所以沉默成本是一个伪成本 如果我们说任何一个成本是沉默成本 你可能没有买到优惠券 50块钱 你买了一张电影票去看 但是当你穿过五道口 这个人流当中的时候 电影票就丢了 可能有人想看电影以后没有钱 电影票就没了 走在电影门口 没票了 问题 你要不要再买一张电影票进去看 所以可能有人就会很痛心 说我已经花了50块钱买了一张电影票 当然这意味着我支付医院大于50 否则我不会买电影票 理性的消费者说 我的支付医院假定是80 我买张电影票50 算了一下我有近剩于30 所以我买一张电影票 但这样算也很累了 但是假定是确实这么算出来 所以你再买张电影票 你就会想 我这个100块钱都花了 我都两张电影票100块钱 我看上值80电影 负20 不买电影票转身就走了 但这决策发现是错的 为什么呢 首先你没算好 就是说你如果不买电影票进去 你是付多少呢 你就付50了 就是说我没看着电影 我还花了50块钱 我就付50了 我买一张票进去 还付20呢 付20大于付50 所以我还是应该进去 或者换一种算法 已经丢掉的50块钱 是沉默成本 就不考虑了 你就假定你没有丢电影票 你走到电影院门口说 电影票丢了 立即说 我没有丢电影票 我也没有买电影票 我现在假定 我就是走到这来 我准备买电影票 我这算 我花50块钱 买一张看80块钱的电影 很划算 所以人是不要后悔的 经济学告诉你 你脑子里那个后悔的神经 实际上是有点进化 没有完全带来的 你就不应该后悔 你就假设你没有丢那张电影票 直接再买张电影票进去 所以不管你怎么算 你可能考虑你丢了这张电影票 你都减掉50 你任何的选择 都必须丢掉这50块钱 没有任何一个 会把那50块钱找回来的选择 当然你可以把那投票的人抓到 把那投票的人要回来 那是你管回事 假定没有这个选择 你就应该做出一个 把他认为不是成本的考虑 所以这是很多这样的例子 很多这样的例子 好 我们先休息一会儿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